据新疆木磊县荣媒体中心消息 木磊县交通运输局通报 6月20日10点55分 网民货车司机彭先生在微博手发称 男子区新疆被当地牧民拦路要钱四次的问题 木磊县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公安、交通、林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 湿入大浪沙就网民反应问题开展联合调查 目前木磊县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核查 以依法对拦路拦车收费牧民进行传唤调查取证 将依法依规处置 经合时此路段属于木道 仅限于牧民放牧使用 根据草原法规定 广大司成人员要自觉保护牧民草场 不应规避收费站等原因随意绕行